这个是咱们模型的一个评估标准 那么说一下咱们一会儿呢会用到的几个库吧 这些库啊都是通过这个SKLearn 也就是这样一个机器学习建模库帮大家导进来的 有这个逻辑回归 还有一个Kflow的 Kflow的就是说 咱们在这交叉验证的时候呢 可以去选择你做几倍的交叉验证 做几倍交叉验证意思啊 就是说刚才不是说咱们用一个1233 把原始的训练集切分成三份吗 你不光能切分成三份 你切分成四份啊 切分成五份啊 其实来说它是都可以的 咱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喜好 任意的去切分这样一个数据集 然后呢有一个Cross Validation的一个SKL值 这个SKL值的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得到的一个交叉验证啊 它交叉验证评估的一个结果 这块呢还有一个RecordSKL 还有一个Confusion Matrix 这个Confusion啊就是一个混淆矩阵啊 咱们一会儿会把这个混淆矩阵给大家画出来 画的时候啊咱们再来去说这个混淆矩阵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嗯那么首先啊这里咱我定义了这样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当中啊 我要做一系列的事情啊 那么咱们刚才是不是说在咱们机器学习建模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去做这样一个事儿 首先要做一个交叉验证啊 咱们在做交叉验证的时候是不是说 我要说一下咱们可以去 嗯要把原始要把原始的一个数据集啊 切分成底部分啊 比如说在这里我给它切分成了五部分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Kflow的这个函数啊 把原始的一个训练集给它传进来 原始的训练集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的进行一个切分啊 就是说可以用这个Kflow的这个函数 然后啊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嗯在逻辑回归当中啊 其实它是有一些参数需要咱们指定出来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参数啊 它叫做一个正则化惩罚项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正则化吧 咱们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个回归算法了 就是说咱们要算这个C的1一直到 比如说C的1一直到C的10吧 咱们有10个权重参数 算一下什么样的一个C的能够使得最终结果表达效果更好吧 咱们说了可以是通过这种T度下降的办法 去求这个C的1到C的10 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A模型 然后呢我还有一个B模型 这个A模型它有一个C的1到C的10 B模型呢我也有一个C的1到C的10 它们啊虽然说这个里边的一个C的值是不一样的 但是用这两个模型啊 我们评估的时候说了一下 这两个模型呢在咱们评估的时候 它的一个recall值都是等于90%的 recall值都是等于90% 是不是说咱们随便选一个就可以呢 那么我再把这个C的参数的一个分布给大家来画一下 假设说第一个A模型它的一个C的分布可能是这样的啊 它的分布的一个差异比较大 假设说这是这样一个圆点啊 它的一些浮动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再画一下这个B图就是另外一组C的1到C的10 它可能一个分布啊它就小一些啊 浮动的比较稳对应于这是一个X轴 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来说一下 嗯虽然说这个A模型和B模型啊 都能够使得最终的一个评估的结果达到一个相同的标准 但是呢A这组模型来说啊 它的一个浮动的范围简直太大了 要么有时候很大 要么有时候很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啊是有这样一个标准的 我们希望啊当前这组模型 它的一个泛化能力 或者说它更稳定一些 它不光要能够满足咱们的一个训练数据 还能够啊要在咱们测试数据上尽可能的满足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这个模型浮动的差异啊 更小一些 因为你浮动的差异小的时候啊 会使得你过拟合的风险更低一些 过拟合的意思啊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模型在训练级上表达的效果很好 但是呢在测试级上的效果表达很差 那么我们就说当前的这种模型啊 它是发生了过拟合 过拟合啊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很大程度上就有可能由于这些权重参数 它浮动较大所引起的 所以说呢我其实啊我们是希望得到这样一个闭模型 因为闭模型呢它的一个浮动差异啊是比较小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闭模型呢 在这里啊咱们就引入了这样一个正则化的一个东西 正则化就是说它要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一个东西 叫做正则化惩罚项 那么它后面有这样一个惩罚 惩罚谁呀 惩罚这个θ 就是说呃现在你这个θ不是有一组分布很大 有一组分布很小吗 我希望惩罚一下A这个模型 然后呢让它大力度的惩罚这个A模型 小力度的惩罚这个B模型 可不可以呢 咱们先来说一下有个东西叫做L2正则化 L2正则化的意思啊就是说 现在咱们在咱们的一个目标函数或者说是损失函数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对于这样一个 对于这样一个目标函数来说啊 我们希望它的一个目标函数是越低越好的 或者说损失函数越低越好的 我们这个损失函数里边我们还要加上额外的一个东西 就是再加上这样一个东西去惩罚这些权重参数 比如说加上这样一个1分1w方在咱们的目标函数里边 那么1分1w方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A模型来说它的w值浮动比较大吧 浮动比较大 它在算这样一个w方之后啊 它的值是不是就更大了 所以说它的一个目标函数 或者说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值就越大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A的模型啊 它的一个Loss值更高 Loss值更高 是不是说它相对于B模型它就不好了 那么对于B模型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还是去算它自身的一个 咱们自身有一个目标函数吧 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个惩罚的一个函数 惩罚权重参数这样一个1分1w方的函数 那么这回啊之前我们说 A和B可能达到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损失函数 Loss再加上1分1w方 去计算一下A和B模型 哪个Loss值更低吧 咱们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评估的标准 再去分析一下哪个模型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这是一个L2正则化 L2正则化呢很简单 就是再加上这样一个1分1w方 然后呢还有这样一个L1正则化 L1正则化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现在不加w方了 咱们去加一个w的 咱们去加这样一个w的绝对值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w绝对值啊 再去判断一下当前的啊 这个惩罚的力度是多少 可以说呢就是有两种惩罚函数 一种是w方 一种是w的绝对值 一会儿呢我们就要通过啊 这个加上咱们就要判断一下 这个政则化惩罚项对结果的影响 那么在判断之前呢 其实啊咱们需要设定一个参数吧 咱们需要设定哪个参数啊 就是说 哎有鼠标呢 咱们还要有一个参数 用L1的或者是用C啊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再加上一个正则化惩罚项的时候 我们要把可以设置一下 这个惩罚的力度是多大 比如说我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惩罚的力度 咱们用一个L1的这个参数来表示 我可以设置成一个0.1 代表这我惩罚的力度很小 我也可以设置成1 意味着惩罚的力度还可以 也可以设成10 也可以设置成100 我们是可以通过设置这些值来去调解一下 当前咱们想要的一个惩罚力度是有多大的 那现在是不是咱们引入了这样一组参数啊 有等于0.1 有等于1 有等于10 有等于100的 那么等于到底等于谁 这个栏份的值到底等于谁 它的效果会越好一些呢 现在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知道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交叉验证啊 去评估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参数会使得模型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的 谢谢大家 好